永生,自古以来一直是统治者们的渴望,即使像秦始皇这样一统六国,统一天下的君主,也对永生怀有近乎疯狂的渴望,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他们追寻仙药,尝试各种草药和疗法。 中国的历史见证了83个朝代的兴衰,诞生了500多位帝王,这些君主享受着万民景仰,拥有当时最高水准的生活条件。 然而,尽管生活质量极高,这些皇帝的平均寿命却只有39.2岁,那么,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皇帝寿命如此短暂呢? 读历史,明世里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工作辛苦,在许多人的印象中,成为皇帝应该是最轻松的职位之一,拥有绝对的权利,享受着无尽的奢侈,表面上似乎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。 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,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中的黄四郎曾言,皇帝要负责全国百姓的吃喝拉撒。 皇帝的职责远不止表面上的荣耀,他们不仅需要管理国家事务,还要确保国内稳定,否则就会引发农民起义。 这种不稳定可能导致权力崩溃,因此,皇帝必须不懈努力,甚至通宵工作,他们每天清晨集起,参加早朝。 长期的过度劳累,使他们的寿命大大缩短,想要当好一名皇帝,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是非常多的,就比如清朝的第五位皇帝雍正,他可以被称为一名工作狂魔历史上很少有像他这样的皇帝,因为他当上皇帝之后,每天就是早上五点起床,工作一天,然后凌晨十二点睡,有时候工作多的时候还会更晚睡。 不过,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,依旧还是早上五点醒,一年之中也只有三天的假期。 像雍正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真的非常少见,甚至没有像他这样努力工作的皇帝。 但是这样的作息注定也导致了他的身体十分不健康,每天的熬夜,加上高强度的工作,导致他的身体早早的就出现了问题。 但是,别看他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和熬夜,他可是超过了皇帝的平均在世年龄,达到了五十八岁的年纪,要不是后期他脑子发昏,寻找什么长寿的秘方,最终吃下有毒的丹药,最终死亡,要不然,他肯定还能再活几年。 而丹药也是皇帝都活不长的原因之一,长寿骇人,说起丹药,这是在秦始皇时期就开始流行的说法,也是秦始皇那时候开始发动皇室的力量,开始寻找能够练丹的练丹术士。 让他们练就一种能够长寿的丹药,来供皇帝使用。 秦始皇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后世的效仿,加上秦始皇,中国历史上就有四位皇帝是吃长寿丹药而早早逝世的,说起来还是有一些感慨的。 追寻长寿的秘方,却因为这个秘方导致早早的逝世,这不禁让人感到唏嘘,不过这也都是这些皇帝的选择,但凡他们少一点野心,也就不会被长寿所诱惑,因为如果这些练丹术士会练长寿的丹药,他们为什么不自己练着吃呢? 而是给皇帝练,纵使皇帝的权力再大。 有这种奇数在,我相信有很多人会选择跟随这位练丹术士,因为皇帝纵使权力再大, 他终究是普通人,而一名能练出长寿丹药的练丹术士显然已经超出了常理,不再是一个普通人,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,这两者一对比,就知道该效忠哪个人了。 皇帝给你的终究只是世俗上的东西,而练丹术士则是能给你长寿的机会。 所以,皇帝就是野心太大,所以才被眼前的景象所骗,以为自己能长寿。 毕竟每次上朝的时候,大臣们都会喊吴皇,万岁,万岁,万万岁的口号。 皇帝就是想将这个口号化作现实,不过长寿终究还是一种传说,或许未来的人可以做到。 但是以现在的水平,人类还不能做到长寿,更别说是落后的古代了,医术落后。 上面说到古代落后,尤其是医术的落后,经过几千年的发展。 我国的医术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有着很明显对比的,就是很多古时候的绝症。 在现在,都有能治疗的方案了,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各种感染病,一旦患上,就是等死了。 而且在当时,只要得了感染病,一般都会立马处死。 并且将尸体烧毁,不让病毒感染更多的人。 不过在现代,抗生素的出现,挽救了这种情况。 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感染病的出现了,也不用担心,得了感染病,就会被立即处死。 抗生素的出现,可以说挽救了绝大部分的人,尽管中医有博大精深的传统。 但在古代,宫廷医生通常采用保守治疗方法,这种治疗方式,在日常小病小痛上可能有效。 但在面对严重疾病时,就显得力不从心,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因为一旦皇帝因治疗而去世,其他医生可能会对治疗方案产生怀疑。 甚至会被指控使用邪术毒害皇帝,这可能导致诸九族的严重后果。 由于医学水平有限,一些疾病如天花在古代被视为绝症,甚至皇帝和同治皇帝都因天花而去世。 而医术的落后也是皇帝不能久活的原因之一,因为一旦治疗出现差错,导致皇帝病逝了。 那么这位医生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,甚至家人也会被波及。 因此,很多太医都不会冒险给皇帝治疗,只有十拿九吻的情况才会治疗,被刺。 除了这些原因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 那就是,很多皇帝并不是真正的皇帝,之所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皇帝,因为他们在位期间并没有皇帝的权利,皇权都被朝中的权臣把控在手中。 只要皇帝不听他们的话,他们就会将这位皇帝废掉,甚至制造一场意外,让皇帝驾崩,然后换一个听话的皇帝来听他们拆遣。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挺多的。 这种皇帝也被称为傀儡皇帝,比较著名的傀儡皇帝就有东晋时期的皇帝司马瑞了。 他虽然是东晋的创立者,但是他能创立东晋还要仰仗王导。 要不是王导帮助他,他根本不可能成为皇帝,因此为了答谢王导的帮助。 他在成为皇帝之后,重用了王导。 不过,这也是他这一生最后悔的做法。 在王导入朝之后,他凭借对司马瑞有恩,因此在朝廷之中有着相当大的权利。 他一点一点笼络朝中大臣的关系,最后将司马瑞的权利一点一点架空。 最终让司马瑞成为了历史上都有名的傀儡皇帝。 像司马瑞这样的傀儡皇帝在历史上还有很多,而且有的甚至都没来得及当上傀儡皇帝。 甚至刚刚登基没几天就被杀了。 更何况身为一国之君,当然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倒,因为国家实在太大了。 从皇朝开始向下边传达命令,等到了偏远一点的农村中,估计都要几个月了。 甚至意思都已经变了,因此有很多皇帝没有这个意思。 但是到了下边就变了意思的命令,而这些命令一旦有对当地人民不好的,那么这个仇恨就会被记在皇帝的头上。 因此,皇帝面临的不仅是大臣的威胁,还要预防各地百姓的刺杀,英雄难过美人观。 最后两种原因,也就是饮食还有酒色了,之所以将这两种放在一起说。 因为这两种有着很深的联系,在很多影视剧中,我们都能看到皇帝一遍喝酒吃肉,一遍欣赏美人跳舞。 这就是皇帝的休闲娱乐的方式。 不过这么做的,一般都是那种比较迂腐的皇帝,但是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古代,似乎也想不出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娱乐方式了。 于是,看美人跳舞,就成为了古人的娱乐方式之一,而且在古代并不会注意什么饮食规律。 而是什么好吃什么,什么好就一直吃,这导致皇帝的身材一般都是比较肥胖的。 而且,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和名校宗朱又棠一样。 一生只娶一位妻子,没有妃子和其他情人,真正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行为。 几乎所有皇帝都有着几个,几十,甚至上百位妃子。 而且皇帝的后宫更是有后宫三千家利益说,皇帝也只是普通人,让他应对这么多人自然是吃不消,更何况还有酒在摧残着身体。 汉承帝刘傲就是死在女人肚皮上的典范皇帝,综合以上因素,中国的皇帝寿命相对较短。 尽管他们享受着特权和荣耀,但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活压力、危险、放纵和健康风险。 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,阻碍了他们实现长寿的愿望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的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永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